这是新生毕小挺的第一次登台演出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不记得这个名字 只有以前的老团粉还在怀念 但那个耀眼倒让人移不开视线的小爱 是无法被任何人取代的 不过处于对这个名字的热爱 他还是决定再回去看一眼 毕小挺正式登台 因为团里有美母这个网红在 他们的来客量还是很不错的 他们在登台前选择了各自应援棒的颜色 美母是黄色 露比是红色 珈奈则是选择了白色 这个颜色多少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 很适合不是偶像宅的她 音乐响起舞蹈开始 一旦真的站上舞台 倒也没觉得多紧张 前排观众会舞的荧光棒几乎都是黄色 他们吸引客源的中心本来就是美母 珈奈想着如果由美母来担任C位 观众们应该会更高兴的 这位老粉丝的店长对着新生的毕小挺非常不满 原本的毕小挺就是因为有小爱才得以成立的 就算换上三个跑龙套的也无济于事 直到她看到了露比 那一瞬间如同小爱在线 让老粉不自觉举起了红色的应援棒 露比实在太耀眼了 因为喜欢偶像总是开心地享受着这一切 她就是为了偶像而生的孩子 刚才那一下一定俘获了不少观众的心 喜欢她的粉丝也会越来越多 随着第二首歌曲的响起 珈奈的心却愈发沉入谷底 她很羡慕其他两人能得到观众的瞩目 被追逐捧场 早就没有人要来关注她了 就连妈妈和经纪人都把她扔在一旁 粉丝也只看见她过去的影子 谁能来看看她 这十年前她一直如此嘶吼着 只要有人愿意对她说需要她 她就能够继续努力下去 能对她说派得上用场 她就愿意和拉车的马一样任劳任怨地工作 只要有人肯夸奖她一句 她就能更加努力向上 是谁都好 谁能认同她可以待在这里 一片红黄的海洋中 突然亮起了一盏耀眼的白 那一瞬间 阿库亚的身影映入眼帘 她手持三根荧光棒 面无表情地跳着应援舞 在人群中显得是那么突兀 珈奈的情绪随着阿库亚的出现而高涨 说不出来的欢喜在胸中涌动 她决定在她成为偶像的这段期间 一定要让阿库亚只拿着白色的荧光棒 让阿库亚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不要成为你推的孩子 毕小婷的首次灯台亮相反而极好 他们的外表就算在其他团里都是顶尖的 C位的珈奈肯定会特别受偶像宅喜欢 说不定真的会红哦 演出结束后 阿库亚已经在车里等他们了 珈奈询问他们的首次登台表现如何 阿库亚回答不错 因为她知道 毕小婷今后一定会带来更棒的舞台演出 现在就打高分的话 未免太浪费了 见两人总算肯好好说话了 金子很欣慰 眉目还以为他们的关系不太好 金子突然问阿库亚和黑川最近怎么样 阿库亚表示 他们很久没联系了 毕竟只是工作上的同事 不过有来联系她说要不要一起拍照上船 一天阿库亚和黑川原来不是真情侣 珈奈那叫一个高兴 她就说嘛 黑川怎么可能看得上阿库亚这种男人 见珈奈居然是这种表现 眉目这才惊觉 这好像是一段很了不得的扭曲大三角啊 事后 珈奈问阿库亚为什么要假扮鸡哥陪他们特训 阿库亚表示 只是因为珈奈不肯听她好好说话 就更不可能接受她的指导了 这都是为了让她妹妹的处女秀顺利完成 超开心的珈奈 只觉得阿库亚是在找借口 对着她各种毒蛇 见阿库亚要走 还问她是不是觉得羞耻想跑 阿库亚起的都冒黑烟了 今天她还非要和珈奈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这两人又恢复了往常的护降状态 露比这才放心 看来他们是彻底和好了 阿库亚一向不喜欢和别人交流 如果不是这种会肯拿互呛的个性 关系会很难维持下去的 阿库亚之前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只是后来发生了很多事 让她人格有些扭曲 不过和珈奈在一起的时候 就多少有点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眉毛不由的我黑川担心 看来她要更努力一点才行 活动企划公司的董事雷田 最近搞到了热销动画 东京不累的的舞台版权 并和啦啦啦剧团谈好合作 打算大搞一笔 啦啦啦剧团那边自然会推出黑川出演 而想要更加吸引观众 剧男美女是少不了的 雷田约了迪木吃饭 想让他推荐几个不错的孩子 两个老狐狸就此达成合作 黑川约了阿库亚出来摆拍营业 好像粉丝证明 他们真的有在交往 两人都收到了 关于东京不累的的工作通知 之前阿库亚从迪木那里得知 小爱亲目的对象 很有可能就在啦啦啦剧团 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黑川达到的角色 翘姬和阿库亚的刀鬼 在剧中演的是情侣 2.5次受众BL群体偏向较多 不过原著本来就是男女配对较多的作品 而且刀鬼这个角色 在爱情喜剧的要素加持下 男性支持度还是蛮多的 每周都有人为了刀鬼 到底要和女主还是搭档在一起 吵得不可开交 而刀鬼的搭档剑这个角色 则是落在了恰好路过两人约会现场的 加奈身上 加奈看到两人发的推 警告他们不要及时上传照片 很有可能会引来恶劣粉丝的跟踪 在外面拍的照片 全部都要设成定时上传 是基本操作 黑川连这点常识都不明白嘛 原本温柔的黑川 也毫不犹豫地对着加奈反唇相激 两人的关系 肉眼可见的恶劣 感觉下一秒就能打起来的那种 这还是在黑川不知道加奈是他情敌的情况下 他们本来就是童年级的 又一样从小进入演艺圈 黑川从小就被身为天才同性的加奈处处压制 想要的角色总是被抢走 好不容易也来了同台竞技的机会 这次他绝对不会输 而加奈也是同样的想法 过去曾是天才的演员 和现在被誉为天才的演员 把他们俩凑在一起 看得出制片人满满的恶趣味 露比将来要成为偶像 阿库亚则是成为演员 阿库亚发誓 一定要将杀死小爱的真凶揪出来 为此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我退的孩子第一季完结洒话 阿库亨